那么我们简单的谈一下英国的政治史 我们说的那么现代一开始 我们是从这个文艺复兴讲起的 意大利占据了整个这个 欧洲世界的这么一个核心的这个位置 后来那么随着这个地理大发现 随着这个新大陆的开辟 随着地理大发现 那么这样的情形开始发生了变化 荷兰西班牙葡萄牙 都因为他们的航海技术的这个高度的发达 都因为他们在这个地理的探险 和早期殖民活动当中的大量的这个努力 所以都曾经在这个西方世界里面 起到举足轻重的这样一种这个作用 那么英国在西方世界的崛起 开始扮演一个主要角色 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晚的事 可以说在现在初期 英国对于整个欧洲来说 大概并不比比如说西西里岛对于意大利的更重要 西西里岛好歹还有黑社会 是意大利来自于整个世界的要谈论的话题 英国大概当时还没有这样的话题 那么但是就在这样16世纪这样的时期 那么英国我们看到过 那么他进行了自己非常有特色的一场宗教改革 那么在这个欧洲的本土 那么是马丽努德加尔文所引导的宗教改革 他们建立了脱离了这个罗马教群 脱离了天主教会的这个新教的教会 那么英国他进行的宗教改革 也可以说反映了 他既是要在要进行激烈的变革 同时要尽可能的以一种妥协的 尽可能的维系更多的传统因素的方式 那么来完成这场变革 他表现出这样一种 在传统和变革之间保持折中 走一条中间路线的这样一种特色 那么他的宗教改革 最后是建立了一套这个 以王权为核心的这样一套教会制度 国王天然的就是教会的首领 那么他成立的这个教会 就是和王权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 圣公会 那么圣公会有一个基本的特点 也就是说他在教育上 很多地方 那么是和新教有更多的相近之处 但同时他也宣告和罗马教廷独立 而成为自己的特有的民族宗教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在教育的某些部分 尤其是在外在的宗教礼仪方面 又保留了很多天主教的这样一种因素 那么圣公会从那个时代以来 成为英国的这个国教 当然英国还有别的这个教派 那么也同样存在着 比如说在苏格兰在这个北爱尔兰 天主教或者说这个新教的别的教派 比如说新教里面加尔文教的一种变种清教 那么都有这个长度的发展 但是国教始终是他占主流的一种宗教 那么1588年 那么西班牙的一个舰队 无敌舰队来攻打这个英国 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英国这么一个小小的岛国 肯定是不堪一击的 无敌舰队应该是绝对的无敌才对了 因为那时候整个西班牙的这个实力 是英国好像所不能够相提并论的 但是这个庞大的舰队最后是被这个英国的这个 力量小的多多的海军打败了 有一个海盗后来被封了 封了绝世的这个海军的这个军官指挥的这场战争胜利了 胜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战争进行当中 刮起来一阵风 这阵风这个把这个西班牙的舰队吹得七零八落 英国人认为自己受到了这个上帝的特殊的庇抚 因为参加打仗的英国人很多是这个亲教徒 那么这样一场战争过后 那么英国从此开始步入了整个这个西方世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这对于英国来说是他的大国崛起的第一步 那么17世纪 那么英国也发生了这个政治上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 这场变化我们都知道是英国经历了一场 是长时间的这样一个革命 这场革命是从这个1640年开始的 那个时候当政的国王是查理一世 那么国会和这个国王之间的这样一种冲突 最后就演化为一场战争 这场战争1962年就爆发了 国王的军队和这个国王的军队之间就展开了这个好几年的战争 一开始国王的军队是一支职业化的军队 是一支训练有数的军队 国会的军队是临时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 国王的军队当然是所向无前 但是国会的军队按照毛主席的说法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总不能老败 拜来拜去也有点打败仗的教训 然后就开始有大胜仗的经验了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 那么这个战争的过程当中 有着这个特别的手腕和特殊的才能的人 就非常容易的涌现出来 那么一个重要的人物也就应运而生 他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克伦威尔 克伦威尔本来是一个乡下的一个乡身 一个贵族地主 他以及他率领的这个军队 主要的都是清教徒 那么清教徒在打起战来 如同他们在世俗工作中一样 好像都是这个非常之投入 非常之有专业精神的 所以这支军队成了这个国会的军队里面 战斗力最强 最有实力的一支军队 那么在这样一个动乱的时代 枪杆子绝顶一切 克伦威尔就成了这个国会仪系里面 最有实权的人物 后来他带领了这支军队 被称之为新模范军的 那么打赢了国王的军队 后来直接把查理一世抓住给猝死了 弑军 那么英国就开始有了一段 共和时期 也就是说没有国王的时期 这是英国历史上直到现在为止 非常短暂的 那么几十年 没有国王的一个共和时期 克伦威尔死了以后很快 那么这个斯图亚特王朝就复辟了 那么查理二世复辟以后 还没来得及太多的岛西内侍就死了 然后是詹姆沙尔是继位 这是一个苏呆子国王 但是这个苏呆子国王上台以后 有很多非常固执的举动 对于英国人来说 这个时候在宗教上是高度的敏感的 为什么 因为一个从宗教改革以后 刚才我们讲的英国的宗教改革 那么英国走的就是一条非常独特的道路 它有自己的国教 有自己的民族宗教 它和罗马教领是独立的 而且还因为英国隔着英吉利海峡 对面就是法国 英国和法国在历史上是四仇 胜于贞德打的就是英国人 因为打了英国人成为法国的传奇式的民族英雄 英国和法国一直是有相互竞争 相互为敌的这样一种传统的 那么这法国长期 那么是天主教徒占上风的这么一个国家 直到现在为止 那么天主教的势力还非常之大 那么而詹姆斯二世 他有非常浓厚的侵法的色彩 而且有很多人都怀疑 他实际上暗中是一个天主教徒 所以这个事就变得非常之麻烦了 特别詹姆斯二世后来生了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将来可能会继承王位的 这个王位 这个孩子被公开的受洗成为一个天主教徒 这在英国的各派政治势力看来 都是一个不能接受的事 因为居然我们的整个国王的这样一只血脉 最后会落到清法的天主教徒的手中 于是当时英国的各个主要的政治派别的人物 他们就联合起来 进行了一场革命 这场革命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1988年的光荣革命 光荣革命之所以光荣就在于这场革命没有流什么血 一旦要开始发动这个革命 那么詹姆斯二世就这个闻风而逃 因为国内已经没有太多的支持他的实际的力量 他逃到了法国 受到了法国的庇护 这当然更加做事了人们先前的怀疑 那么革命以后怎么办 那么各派人物联合起来 邀请詹姆斯二世已经成年的女儿 远嫁给荷兰执政威廉的那个女儿叫做玛丽的 把她和她的夫君请回到英国担任国王 那么英国就这么完成了一场革命 原来的这个国王的这个血脉血系 这样一个这个世系还在 但是他对于这个英国的这个政治传统的威胁被化解了 那么这就是英国十七十级的这个 所经历过的这个政治的这个变动的主要的情况 那么光荣革命后来被英国的各派公认为他们的重要的政治传统 那么这样一个政治传统 他一个方面那么进行了必要的这个变动 另外一方面又尽可能的维护了他原来的传统的一些因素 那么威廉玛丽这个纠正国王以后 权力法案被通过 那么王权对于整个国家的控制的力量大大的减弱 那么当然后来这个君主更多的成为一种符号式的 一种国家象征式的这样一种功用 这是后来才发生的事 好我们要开始涉及到 我们所要涉及到的主要人物霍布斯和洛克 那么他们的生平我们不用多讲 这两个人都是这个一辈子 主要的就是从事科学哲学和这个思想创造的这样一些人物 当然英国重要的人物 基本上不是出生于刘金就是出生于剑桥 从刘登开始到霍布斯和洛克 当然也有不同的 当年香港回归的时候在任首相的那位是梅杰保守党的领袖 梅杰是一个高中毕业生 还曾经当过公共汽车的售票员 所以这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在一个贵族传统深厚的国家 然后最后以那样的一个身份成为贵族色彩非常浓厚的保守党的领袖 那么洛克本人他是早年还和很多科学家过重胜利 据说波伊尔的这个科学成就里面就有他的贡献 因为他经常和波伊尔混在一起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 当然这是这个和洛克有过重的人 这至少说明洛克对当时的自然科学的这个实际的进展非常之了解 洛克还一生当中还非常重要的这个人物 这是当时的英国政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在洛克那个时代在17世纪的时候 那么英国开始出现了现代政党制度的一个雏形 现代的政党制度在那个时候的英国开始这个出现了 开始有他的这个萌芽了 他的这个两个党派 当时一个叫做辉格党一个叫做托利党 韦克和托瑞原来都是骂人的话 托瑞骂那边说你们是韦克 韦克这边骂那边说是托瑞 后来骂来骂去双方都习惯了 都自己号称自己说 韦克或者托瑞 韦克就是后来的自由党 自由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衰微 然后他的地位被工党所取代 托瑞就是保守党 就是沙切尔和梅杰的那个党 直到今天为止 在英国的政坛还非常之活跃 当然好像现在这个工党的势头更好 保守党已经好些年没有执政了 刚才我们说到这样一个人物 我们一般翻译成沙夫赤伯利的 那么他是这个非得党的领袖人物 那么洛克就常年做他的这个私人的秘书 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他也是他的这个家庭医生 就是大概沙夫赤伯利有一次生病 找了很多名医都没治好 后来这个洛克给他治好了 但是沙夫赤伯利和洛克了解非常深入之后 后来觉得这个人不但可以依人 而且还可以治国 觉得他有很多这个突出的政治智慧 那么他对洛克而言 有机会和英国这个政坛的最高层的人物 有密切的往来 那么使他对于英国的政治的情况 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把握 也使得他对于当时的英国的这个实际政治的情况 就非常深入的了解 在这个查理二世 詹姆斯二世这个复辟的活动 非常高涨的那样一些时期 沙夫赤伯利被迫流亡欧洲大陆的时候 洛克也跟着到英国大陆到欧洲大陆去流亡 那么后来光荣革命以后 当然又回到了英国 那么他 我们还提到他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 人类理解论 Human understanding 就是研究认识论 他的基本的这个哲学论论 是反映在这样一本著作里面的 他是1704年去世 那么他的最在政治方面 他最重要的著作政府论 那么在讲政府论 在讲 在把霍布斯和洛克的这个政治理论 联系起来 比较起来谈的时候 我们先来谈自由主义的理论 或者说 现代西方政治思想 他所使用的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工具 我们先来解说这些概念工具 好不好 第一个 自然状态 什么叫自然状态 现代科学从一开始就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要把研究的问题先分解为非常小的 容易解决的问题 最后再把这些因素组合起来 再来解决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比如说抛物线运动怎么研究 先把它分解为纵向和横向的两个方向的运动 最后再把它综合起来进行研究 我们上一堂课讲到笛卡尔 笛卡尔给自己确定的思想的规则 也有一条是把困难的问题 先分解成比较小的问题 一个一个来加以研究 分解还原 然后再进行研究 我们可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谈自然状态 政治思想要讨论的是些什么样的问题 比如说人类结合在一起 他们会发生政治关系 他们是一种政治结合 他们是一种政治共同体 一个合理的合法的政治共同体 它应该是怎么样的 有一个政治共同体就必然有权威 权威的合法性从何而来 权威的使用究竟有没有一个合理的界限 这个界限何在等等 这样一些问题天然的是政治思想 政治哲学所要讨论的核心的问题 讨论这样一些问题 我们也许可以从这样一个思路来看 就说假如人类之间并不存在政治关系 假如人类并没有成为一个共同体 那么他们本来会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这就是自然状态 我们现在设想 人们之间没有政治关联 我们之间不发生政治关系 那么在那样一种情况下 人和人之间他们是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这个自然状态 它是和公民状态和公民社会相反的一种状态 或者说它是先于社会的一种状态 它是这样一种状态 这是自然状态 再看下一个概念 自然法 这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麻烦的概念 我们先从这个角度来说起 我们下面列举了两个概念 自然法和自然权力 我们说语言是人类思想的这个承载的最基本的工具 所以语言不同的特性 有时候也会影响人们的这个思维的模式和思维的基本的内容 有些非常重要的词 那么在中文新闻里面它的蕴含不一样 有时候会涉及到一些非常重要的概念 一些非常重要的内容 我们理解起来会有些麻烦 先说这个词 力尔 力尔 力尔是什么意思 自然 还有什么意思 本性 天性 是吧 本性 有自然有本性 老这个词有什么意思 法则规则 它又是规律 这个词在中国里面连两层意思都有 但是他意思很不一样规律是什么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铁德法则 万有引力定律 无论是交大还是领带月 只要从楼上往下跳 加速度都是九点吧 这是规律 铁德法则 法律 法律是什么 当领导人民 按照人民的利益和意志所制定出来的条文 大家必须遵循 他有这个 强国家的强制力量作为保障等等 这是什么 是人为制造的 或者你按照西方的定义 就是规律和法律 他在中文里面有两种不同的类不同的蕴 但是他在西文里面都可以同样一个词来表述 right 有几重意思 右 lateral right 我是一个天然的右派 好像不是这个意思是吧 右我们不说 他有个意思 this is right 就是说 他这次和that's wrong 刚好对付的 那么right 他有正确的这个意思 还有一种意思是什么 权力 好 这涉及到power和right之间的分别 是不是 权力和权力 非常不幸 这两个词的中义文的读音完全一样 但是他们的意思不一样 所以天然就是对的东西 that's right 你可以说 他也说是自然权力 好我们来看 所以说你看 这样一些基本的词 它有些 在对应成中文以后 它有一些不同的蕴 我们先从自然法说起 什么是自然法 这个观念可以说从古希腊开始就有 在中世纪的时候也有 当然现代的时候 它变换了它的意思 我们可以举一个非常粗略 当时耶克的这个说法 比如我们这个 中国的传统爱说的话 比如说这个人上尽天良 这个人正是伤天害理 也就是说我们在传统里面有一些观念 比如天良天理 天良天理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无论任何时候任何人 你都应该认识得到 你都应该遵守的一些基本的法则 它天然就是这样的 它是不限时间 不限地点 不限任何特定的人 你都应该服从他 应该遵守他的这样一些东西 我们可以说自然法在很大程度上 指的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比如说自然法规定了什么什么 比如说自然法告诉我们人生是平等的 那么你就说任何人都应该是意识到这一条 那么自然法它有它的一些基本的这样一些内涵 那么这 nature 它既然是大自然 那么人 homen nature 人性或者是人的内在自然 外在的大自然和内在的小的homen nature 它都是连贯一起的 nature它有它的natural law 那么homen nature 人它也要遵守那个natural law 它必须是都要服从的 这是自然法 我们中国也有有点类似的观念 那就是超越于每个人 但是每个人都应该认识得到 而且应该自觉的去遵守去服从去捍卫 而不能违背的那些基本的法则 自然权力是什么 外在的大自然 那么我本身是 我也是自然的一部分 我的人性就是homen nature 我的人的自然 那么我天然的就具有某些权力 我本然的就某些权力 这些权力不是别人给我的 不是神给我的 而是我作为人本身就应该具有的这些权力 它是我与生俱来不可剥夺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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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